牛肉的18道花样美食 这谁看得不迷糊啊 第一道 聪明的妈妈都会经常给孩子做这个 清汤牛肉面 简单好吃又营养 水开加面条 什么面都可以 煮熟后捞出备用 面汤里加少许盐 生抽 葱花和香芹 新鲜的牛肉只要烫15秒 灵魂就是这个 潮汕特产的葱油和蒜头油 分别来一勺 牛肉汤往里一冲 整个面的鲜味都得到了升华 汤鲜味美 孩子吃了还想吃 第二道 新鲜的开水放到滚烫的牛肉中 烫7秒 出锅就是一碗好吃的麻辣牛肉拌面 如果下班懒的做饭 那你一定要试试 水开下面条和青菜 家里有什么面就煮什么面 煮熟就可以捞出来放到我的碗里 等水再次烧开 把牛肉放到锅里 只需要烫7秒钟 这时候牛肉非常嫩 口感特别好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加热的麻辣拌酱汁 用我的筷子随便一拌 就可以开吃了 整栋楼都是香味 喜欢吃面你也买几包试试吧 第三道 这是菜场摆摊卖牛肉的阿姨 亲手教给我自然土豆牛肉的做法 鲜嫩多汁 不管是配米饭还是配生菜 真的具下饭具好吃 关键做法也非常简单啊 牛肉力加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半勺蚝油 一勺淀粉 给它抓拌到粘手的状态啊 淋一勺油锁住水分 腌制十分钟 土豆也切成丁了 油热下锅炸 炸到表面金黄酥脆 盛出来备用 然后牛肉也下锅 大火炒三十秒就行了 不要炒太久了 另起锅放葱蒜末炒出香味 倒入牛肉和土豆调味啊 就加盐孜然粉 多放一点啊 辣椒粉白芝麻 给它翻炒个两三下 最后撒上葱花啊 就可以出锅了 我滴个乖乖嘞 土豆软软糯糯 牛肉鲜嫩多汁 不管是配米饭还是配生菜 真的巨香 快去试试吧 第四道 我要向全世界安利 这个黑椒土豆牛肉的做法 因为它真的太好吃了 我加隔三差五 就会来上这么一顿 关键做起来也是特别简单 首先牛肉切成像我这上的小块 加小苏打 黑胡椒黄酒 生抽蚝油半勺老抽淀粉 水抓拌均匀 喷少许油腌制二十分钟 提前调好这个黑椒汁 待会做起来比较方便 碗里放入两勺生抽 两勺番茄酱 半勺老抽 半勺黑胡椒 半勺糖 一勺淀粉 半碗清水 热锅热油 下入腌好的牛肉里 大火爆炒三十秒 牛肉变色立马捞出 油热放入土豆 小火煎到八面金黄 把多余的油盛出来 然后放入蒜粒和洋葱 炒出香味 放入炒好的牛肉 和提前调好的料汁 继续翻炒十几秒收汁 汤汁浓稠就成了 牛肉肉嫩多汁 搭配焦香浓郁的土豆 真的好吃极了 快去试试吧 第五道 教给我的豆角炒牛肉的做法 真的贼好吃了 香香嫩嫩的牛肉 搭配着软糯的豆角 真的绝了 切好的牛肉 加半勺油 半勺鸡精 一勺淀粉 半勺胡椒粉 半勺小苏打 两勺生抽 给它抓拌均匀 后来一勺油锁住水分 切好豆角 用小火煸炒一下 一定要炒熟捞出备用 另起锅油热 下入牛肉 大火快速划散 再放入蒜小米辣 爆炒出香味 就把豆角搞进去 就像我这样 简单地翻炒两三下放 一点松鲜鲜 加点生抽 最后啊 大火翻炒出香味 就可以出锅了 真的聚香聚下饭哦 还不快去试试啊 第六道 再加炒牛肉 你千万不要直接就下锅炒 那样又老又柴 还不好吃 今天教你一个 简单的做法 做出来鲜香嫩滑 非常的下饭 像这种 十八亿斤的牛肉 不需要切得太薄 只需要厚薄均匀就行 腌制牛肉 我家从来不放什么淀粉 鸡蛋清 每次炒牛肉炒猪肝 我只放一包 这个小炒牛肉 将只抓拌均匀后 再放一勺食用油 锁住水分 姜蒜 辣椒 泡椒 把香味炒出来 再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 可以放少许老抽调色 开大火快速地划散 炒到牛肉八分熟 再倒入香菜 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小炒牛肉 嫩滑又下饭 你吃过一次就会知道 跟饭店的根本没有区别 赶紧拍一单试试吧 第七道 家孩子特别爱吃潮汕的卤牛肉 但我从来不去外 准备二十八一斤 有花纹的牛腱子肉 切成大块 放点葱姜 卤水就要看广东潮汕 我今天用的这个 就是正宗的潮汕卤水 这都是用屏幕上的这些干香料 跟酱料熬制而成的 倒出来的时候 那个香味都特别好闻 抓匀后腌制几个钟 让卤汁进入到肉里面去 卤好后转入砂锅 倒入腌肉的卤汁 再加上两大碗清水 小火慢炖五十九分钟 然后关火再浸泡一个钟 更入味 再捞出来晾凉 剩下的这个卤水不要浪费 晾凉后放冰箱保存 下次还能用 最后把卤牛肉切成片 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卤牛肉 酱香浓郁 Q弹有嚼劲 比外面的熟食店好吃多了 喜欢的就安排做起来吧 第八道 这个牛肉最原始的做法 清炖牛肋条 好吃不腻 软烂不腥 原汁原味 真的巨香 做法简单 味道却不一般 我这是不到五斤牛肋条 冷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切成这样的长条 再分成三段 香辣部分就准备这些 白胡椒的一定要拍碎 接着冷水下锅 放姜块葱段一圈黄酒 煮开撇掉浮沫和油脂 这样吃起来不会腻 捞出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 把洋葱和香料放进去 烧烧木骨牛肉的开水 盖好盖上汽之后 转中小火压二十五分钟 再调个蘸料 碗里放葱花蒜末 小米辣白芝麻 铺少许油激发香味 再放入香菜末 少许酒花酱 一勺生抽 拌勺蚝油 一勺陈醋 少许白糖提鲜 再放入牛肉圆汤 搅拌均匀 压好的牛肉 放少许食盐调味 开袋煮两分钟 就可以开吃了 这是什么人间美味 真的香到飞起 快艾特尼的小伙伴给你做吧 第九道 把晚餐都换成了这个 几乎没有啥热量的大荤菜 碗里放超好的包菜盒 金针菇来点虾仁和煎蛋 补充蛋白质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没放油没放糖 没放香精防腐剂的 新疆牛肉酱 这一盘也就两百大卡 吃多了也没啥负担 第十道 孩子想吃牛排 聪明的妈妈 坚决不会给孩子吃 我教你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切记做牛排 一定要用牛理剂 这个部位比较嫩 再用刀背敲打敲打 方便腌制入味 重点就是 把牛肉放进牛奶里 浸泡十分钟 因为牛奶的煤会软化肉质 怎么煎都特别嫩 泡好后放洋葱丝 好吃的关键 放一袋 很多西餐厅都在用的 黑椒牛排腌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 再打入一个鸡蛋 充分抓匀 腌制二十分钟 我每次都会多做一些 放冰箱保存 孩子想吃的时候 随时取一块 放锅里煎一煎 煎至八成熟即可 这样做的黑椒牛排 鲜嫩入味 比外面西餐厅的还要好吃 全家大小朋友都爱吃 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这是我每次买的牛肉 都会做的 黑椒牛肉 我真的不允许 谁还没吃过啊 因为真的特别好吃 做法也非常简单啊 用的是一斤牛里脊 切成一厘米的长条啊 加葱姜水 盐黑胡椒老抽 淀粉抓拌均匀啊 封上食用油 腌制二十分钟 彩椒和洋葱 也切成条啊 这个料汁提前调好 待会不会手忙搅乱啊 油热倒入牛肉 保持大火 炒到变色捞出来 另起锅炒香蒜片 然后倒入彩椒 炒到断生 然后牛肉倒进去 还有刚刚调好的料汁 炒均匀 大火收浓汤汁 就可以出锅了 我低娘去 太香了 黑椒味浓郁 牛肉也特别鲜嫩啊 快去试试吧 第十二道 牛肉的营养价值高 家里有长得的孩子 一定要尝这个新鲜牛肉汤 好吃营养又健康 五块钱牛肉 只要放一勺食用油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即可 空碗中放葱花香菜芹菜 少许盐和生抽调味 水开下牛肉烫的三十秒 千万不要烫太久 不然肉质会变老 捞出倒入芹菜盆中 汤鲜味美的 关键是 这个潮汕特产的葱头油和蒜头油 只要每样来一勺 汤的鲜味瞬间就上来了 撇去浮沫 最后倒入烫牛肉的圆汤即可 好喝的潮汕牛肉汤就做好了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全家煮一锅热腾腾的牛肉酸菜面板 满足一家人的胃口 切好的牛肉 加生抽 蚝油 胡椒粉 一勺淀粉水 抓拌均匀 再来一勺食用油 腌制十分钟 油热放牛肉大火翻炒 变色捞出 冲蒜小米辣炒香 加一勺豆拌酱 半碗酸菜炒香 倒入适量清水 加盐鸡精调味 煮开放入喜欢的面饼 加炒好的牛肉 一把小青菜 大火咕噜一分钟 酸爽开胃 全家都爱吃 第十四道 做个番茄牛肉汤 喝一碗浑身暖暖的 先把牛肉切薄薄的片 加葱姜水 生抽 蚝油 盐 胡椒粉 淀粉抓匀腌制十分钟 下蒜末 洋葱炒香 再倒去皮西红柿 加盐炒出沙 加清水 再下入肉片 再撒点香菜 就可以出锅了 番茄牛肉这样做 真的太好吃了 第十五道 给你们分享一道 我简直期最爱吃的 酸菜牛肉保 热量低还能帮你掉秤 咱们先把豆腐切成片 酸菜洗净切断 瘦牛肉 加盐 生抽 黑胡椒 全麦粉腌个半 小砂锅里少油 爆香蒜末 然后下酸菜炒出香味 接着放牛肉片 稍微炒个一分钟 加半锅清水 淋上点生抽 铺上豆腐和金针菇 再煮个三分钟 加点多辣椒和黄豆酱 来点小青菜 哇这个浓浓的酸菜味太绝了 第十六道 减肥真的太轻松 咱们先把白菜洗净后 一层一层包下来 像这样一层白菜 一层瘦牛肉片 反复铺几层 然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准备好小砂锅 先放豆芽和金针菇 垫个底 再倒入西红柿丁 最后把白菜牛肉 放砂锅里填满 接着按照我屏幕上的调料 调个酱汁 搅搅匀之后 淋在砂锅里 不用放水 炖个8到10分钟 出锅撒点葱花和小米辣 白菜的甘甜 配上浓郁的牛肉 再搭配一碗杂凉饭 第17道 大家好炖牛肉的方法 有很多种 要想把牛肉做得软烂不柴 今天就按照我这个做法 保证您炖的牛肉 一定是软烂入味 口口留香 我今天买的是牛肋排 牛肉用清水泡一个小时左右 你看血水都泡出来了 再冲洗一下 把牛肉切快 因为牛肉炖起来会缩水 快要切得稍微大一点 冷水下牛肉 焯出血沫 烧开后把血沫撇干净 这个汤不要倒 还要用把焯好的牛肉 放入电压力锅 倒入刚才煮肉的热汤 加啤酒 牛肉不腥的 关键就是加入半瓶啤酒 水没过牛肉就行了 加入葱姜蒜 甜面酱老抽 冰糖白胡椒粉 炖肉料包 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压40分钟 再焖一个小时 现在把土豆和胡萝卜 切成滚刀块 土豆用凉水泡上 以防氧化 时间到把炖好的牛肉 倒入炒锅内 削减出之前的葱姜蒜 再重新加入葱姜蒜 干辣椒加蚝油 咸盐鸡精 下土豆胡萝卜 推动几下 盖上锅盖 再炖15分钟左右 炖到汤汁浓稠就可以了 非常软糯 大火收汁 有利于牛肉的穿透性和入味性 又有利于土豆和胡萝卜的味道复合 这道炖牛肉就做好了 一家人吃着米饭配牛肉 别提多美了 第十八道 大家好牛肉酱人人都爱吃 您自己在家里做过吗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道 香菇牛肉酱的制作方法 这个牛肉酱用来拌饭 拌面加馍都非常的好吃 切好的牛肉丁泡出血水 控干水分 香菇切丁用开水烫一下 生姜蒜小米辣切末 花生碎白芝麻准备好 再备点干红辣椒 今天用了三种酱料 配比是四川辣椒三勺 黄豆酱三勺 甜面酱两勺 贴点姜片 洋葱片大葱段 香菜香料 屏幕上有 配料都准备好了 起锅要适当地多加一些油 凉油下入香料 香葱洋葱等 中小火慢煎 你看炸干了 炸黄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捞出这时候下入切好的牛肉粒 把牛肉粒推开打散 开大火慢慢炒 一定要把牛肉里的水分炒干 不然容易变质 存放的时间也短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姜蒜 小米辣干辣椒 改小火推着锅底 搅炒出香辣味 下入香菇继续翻炒 炒至香菇吸满油汁 再加入调好的酱料 蚝油白糖 白胡椒鸡精 花生碎和白芝麻 继续翻炒 把酱香味炒出来 再加入适量的高度白酒 加白酒有助于牛肉酱的味道 更加浑厚 起到一个发酵的作用 做好之后放凉 装入容器 放入冰箱冷藏一晚上 让它发酵一下 味道会更好 这道香菇牛肉酱就做好了 油色红亮 香味十足 辣而不燥 酱香味十足 放三个月都不会坏